凯米台风于25日晚间在福建莆田市、秀宇区沿海登陆 同时,福建省政府也公告多个区域停班停课 根据大陆央视新闻报道 截至26日6时,凯米台风已造成福建省7个社区市 59个县市区、721个乡镇、62.86万人受灾 目前,灾情还在进一步发展中 未接到人员伤亡和重大灾情险情报告 至于中央气象台,则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华东及华北、东北等地区大雨不断 预料凯米台风将继续北上 局部地区的雨量将出现极端性现象 起飞住市场的健康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